從單身及地獄中爆紅的宋志雅 近期遭踢爆穿假貨被韓王猛烈踏伐 儘管她上傳的手寫信向大眾道歉認錯 網友依舊不買單 她的所屬經濟公司代表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 宋志雅遭到網友強烈抨擊 至少帶有人身攻擊的言論 讓她看了幾乎快要崩潰 所以現在不讓她看留言 並宣布暫時更停所有社群活動 近日她又深陷有關炮菜的爭議之中 引起討論 過去中國韓國曾各自主張 炮菜一詞是屬於自己國家的 為了確保不造成混亂 2021年7月底韓國對外宣布 將炮菜證明為新奇 因此對部分韓國人來說 使用炮菜一詞即被視為親中象徵 沒想到宋志雅過去 上傳到中國影音平台的影片 被抓爆在字幕部分犯了嚴重錯誤 有人在論壇發文曬截圖照 此他明明是在介紹新奇郭 字幕中卻出現炮菜兩字 讓韓國網友氣得炮功 凭假貨爭議還嚴重 而在爭議之前 經濟公司兼演員江議員 帶著宋志雅登上各個綜藝 更自詩是宋志雅經紀人 則被網友發現 他補述下架合照及貼文 並關閉網友留言功能 大動作切割也引發不小的話題